广东普宁市志工每个月一次的环保日 最近一次在一间玻璃厂进行资源回收 为保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站在成堆的回收物中 田许文反复不停地把一袋袋回收物搬下来 让大家回收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环保活动 想要以身作则带动更多人投入 我看你一直在帮一直在帮 你会不会很累 很乐意 很乐意 的确 这个月的环保日 普宁志工们做资源回收的空间大了许多 因为玻璃厂的老板钟喜坤 捐出了60多瓶的店面 让大家存放回收物 同时也做资源分类 当初我们这个就是环保 就是大家都来 地球都乱 都很脏 就是一点点 为了环保 对 为了救地去 对 大家的 做环保不仅活络筋骨锻炼身体 无形中也联系了左邻右舍的感情 像住在环保站对面的乘客旺 就是每次都来的环保精兵 这个福田就在我门口我家门口 如果这个机会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活动中大家虽然忙得汗流脚背 但透过资源回收 都获得心灵上的亲近 社区福田人人用心耕耘 也为地球尽一己之力 大新闻之声美之工广东 普能报导 不推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